柠檬的果实不单只色泽鲜亮、香气而饮 而且富有多种营养成分 如维他命、氨基酸、腺食纤维和矿物汁 同时还有类黄酮、蒸油、生物碱 以及一些类胡萝卜素等活性物汁 这些成分赋予了柠檬的果实有多种健康功效 大家好,我是刘医生 这期影片来讲讲柠檬 柠檬是属于云香科、金吉熟的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栽培水果 在前球范围内,柠檬的种植非常广泛 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土耳其、阿根廷 以及巴西、埃及、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 都有大量栽培 现在柠檬的主要品种是尤利克、小莱蒙、 废米代罗、塔西提、废洛等品种 我一个柠檬栽培历史很久 可以追索到宋代 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现在四川、重庆、云南、广西、福建、广东 这地方是我柠檬的主要产区 那栽培的品种是以尤利克、柠檬为主 转了全国重植面积的95%以上 可以见得它是挺受欢迎的 那在中医里面,柠檬又称之为弱果 那传道中医认为柠檬有比较好的主偶、安胎的作用 尤其是受到人祖渠理性的中意 所以它又有益母果或益母子的一个称号 同时由于柠檬中的柠檬含量丰富 所以它被认为柠檬酸仓富的 是营养价值极高的数个之一 那中医认为柠檬未酸甘、盛平归、刚经、慰经 它有伸尊子学、和谓、降力、健脾、化痰子嗑的功效 所以当我们感觉到很累的时候 或者食药不好的时候 喝一杯柠檬水 它又经常可以帮我们提神醒脑、伸尊开胃 就是缓解疲劳 如果我们体内有湿俗停积的话 出现喉咙不舒服或咳嗽痰多 可以在柠檬汁上加些温水或少量食盐的饮用 有助于发弹此刻 清代的本草江木汁遗中 都记载柠檬的食疗作用 千万为烟食下气和味 对于人父来说 可以将几片柠檬放在床头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们读一读 是有助于缓解这个尘套的 接着朋友问 自己新牙 柠檬究竟有什么营养呢 柠檬和其他柠檬类的水果相比 其实是有些特别的地方 首先 营养成分相当丰富 柠檬又含有大量的柠檬酸 维他命C 维他命B 和维他命P 这些营养素的 酸含量一般是6%到7%之间 它又不像其他柠檬 以糖分为主 柠檬又不是了 柠檬还有 有钙 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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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多种的抗物质 它的种子里面 还含有 维他命E 和脂肪油 果皮里面 互含 硫黄酮 和果胶 这些都是 很有价值的成分 再来说 柠檬的功能 都非常多样的 维他命C 就能维持 我们人体正常代謝 一个重要的营养 维他命P 可以增强我们血管的 人性 帮助预防 和修复一些 无细血管的破裂 维他命E 可以出种皮肤 和头发的生存代謝 同时可以强化肝脏 神臟的功能 柠檬 还有一个叫做 柠檬锡的成分 有助排出体内的结石 柠檬里面的 有基酸含量 是各种水果中最高的 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这个 柠檬酸 所以才有柠檬酸 各种柠檬的饮料和食物 比如柠檬茶 柠檬汽水 柠檬露 柠檬果汁 柠檬饼 柠檬片 柠檬果汁 以及其他风味的食品 都是离不开 柠檬酸 就是因为他使用柠檬 发出独特的芬香 和甘酸的味道 经常食用柠檬饮料 或者其他食品 可以及时帮我们 我们补充体内吸发的 或者消耗的维他命 或者其他微量元素 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存代謝 特别在炎热夏天的时候 因为我们出汗比较多 体内的有基酸容易流失 导致酸碱平衡失调 这个时候 这个柠檬 就是一个保酸的好选择 可能很多朋友 肯定有兴趣 我们平时喝的柠檬水 有什么营养呢 它又可以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我们平时 最常见的柠檬水 主要成分是显而易见压 就是一片柠檬片加水 柠檬片又是有柠檬的外皮 内皮 柠檬的果肉 和柠檬的尺组成的 所以柠檬水的营养物质 除了水之外 基本都是来自柠檬片的 它只要有 维他命C 柠檬 钙 和少量的多酚 和氯黄酮 和氯黄酮 向豆素 以及带来新生复杂的 一些风味的 柠檬酸 柠檬汐 柠檬苦素 这些化合物 其实我们要明白 一个食物想要发挥我们想要的功效 一方面是看是否有达到这个功效 所需的营养物质 另一方面 就要看 含有这个营养物质 是否到达一定的剂量 其实它只要有两者都满足的时候 才会达到我们想要的功能 所以引一杯柠檬水的营养成分 其实是比较低的 按照一个柠檬60克 达成6片来算 一片柠檬大概10克左右 含有2.2毫克的维他命C 即是说每次用两片柠檬泡一杯水 假设柠檬片中的维他命C 全部溶解于水中 我们喝一杯柠檬水 大致只可以摄入5毫克的维他命C 这个量已经比不上吃一个微猴桃 或者是士多啤梨 得到这个维他命C多 所以对一杯柠檬水的好处 我们不用寄忘太多 不过喝柠檬水 大家最直接收到 其实还是水的作用 但是 跟普通开水比起来 柠檬水其实是有独特的优势 那柠檬那种清新的香味 和微微的酸味 不单只使我们口感那么丰富 都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我们喝水的喜悦感 使我们不知不觉中多喝几口 多喝水的好似大家当然知道 比较促进我们排便顺畅 帮助代赦 尤其是燃热的夏天 一杯清凉的柠檬水 不单只可以解树 还可以补充我们的水分 近日你朋友问自己身上 饮柠檬水会不会长结石呢 是不是可以降尿酸和减白尿液呢 其实饮柠檬水 它不会出进这个结石生多 还会有助这个钙 这些营养素的吸收 结石的成因是很多的 遗传、代謝、解剖结构 或者是这个饮食 都是只要因素 那结石呢 从成分来看 是以草酸钙为主的 那饮食中含有大量的草酸 在一定程度上 就加揭了这个结石的生成 例如菠菜、芹菜、韭菜 这些蔬菜中的草酸的含量 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其中都不含这个柠檬 而且呢 和草酸、二二岛 这个钙质形成的南溶物不同 那柠檬的柠檬酸和钙结合后 形成是四水柠檬钙 它是可微溶衣水的 它溶解度为每100克 0.02克 同时呢 柠檬酸在长度中的 微酸的特质 还会促进 钙、铁、鲜 这些多种的矿物质 延熟的吸收 健康有益 另外呢 引到柠檬水 它不会改变这个尿液酸碱度 对降低尿酸的效果比较弱 那尿酸是我们体内 飘零代謝的产物 通过神臟排出体外 虽然研究显示 当我们的尿酸pH值在6.75%的时候 90%的尿酸在尿液中 呈现这个游离的壮大 是有利于我们的尿酸的排泄 反之呢 我们尿酸呈现这个弱酸性的时候 就不利于这个尿酸的排出 更有观点认为 当我们体内的柠檬酸盐在分解之后 其大的金属阳来自 就会降低尿液的酸碱度 不过 事实是 这种作用呢 它的效果非常微弱 再加上说 我们每日试入的柠檬酸盐 相对很少 所以 它根本无法达到 改变尿液pH值的效果 另外 有研究认为 柠檬酸中的维他命C 类黄酮等物质 有出动尿酸排泄 缓解痛风造成炎症症状的作用 但是呢 都没有商家内容的系统性的报导 都没有通过 引用柠檬水降低尿酸的确切医学证据 那么 饮食在诱发尿酸升高的因素中 是占到两成而已 这么多是我们自身代謝机制出现了问题 所以呢 在改变饮食习惯的同时呢 我们更应该做的是 积极就医 通过药物来降低尿酸水平 另外呢 提醒大家 对于减肥的朋友来说 是不建议在柠檬水中 可以看到糖或蜂蜜来调味的 如果我们这样做呢 有可能使用原来清爽健康的柠檬水 变成容易升血糖 增加热量的糖水引料 多谢大家